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马上来看精彩片段 马上来欢迎新剧《医生不是神》的两位主要演员 新传媒艺人张耀栋和曾小晴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两位好 马上来问问耀栋 我们知道你饰演这个医生的角色应该不陌生 之前也演过好几次了 不过这次在《医生不是神》里面饰演的这个温医生 他跟过往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么前世这个角色的挑战又是在哪里呢 我觉得相比以前的也过的医生 以前也过牙医心理医生 其实也最多就是心理医生 这一次是演一个General Doctor 然后要对一般的一些看诊 听诊的一些程序 要更加的了解 因为这次我们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 制作组也很费心费力的 就是说请来了一些真正的医生跟护士 来教我们怎么样做一些正常的SOP的一些看诊 一些程序 所以在这方面制作会比较严谨 然后当然除了角色跟以往演过的医生 有一点不一样以外 我觉得拍这部剧还挺开心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就可能感觉吧 而且都是跟一般年轻的医生 就跟他们一样是演出级的General Doctor 然后又跟资深的 就是好像汉伟大哥 苏贤他们一起演 然后感觉还挺愉快 整个拍摄过程都很好 而且制作组也有搭了一个 特别专业的一个医院的景 所以真的让我们感觉深入歧视 深入其境 就是大学生啊中学生也有演过 所以其实这一次想要挑战一个就是专业人士 其实蛮大的挑战 因为那个态度啊跟那个专业度都要去演出来 然后加上这是本地首套的医疗主题为主的长寿剧 所以真的是蛮开心接到这个角色 然后医生是给人一种很专业的感觉 我有去看一些纪录片 然后去插摩他们怎么去看病啊 急救啊 或者是做手术的时候的感觉 拍的时候就不会在那边抖 我觉得医疗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在边追这个剧情的时候 可以学到一些医疗的常识 对 要懂这部剧的 这个是长寿剧嘛 所以它有一百三十集那么多 目前我们知道是它还在拍摄当中的 预计年底才会拍完 而且剧本也是一边拍一边写的 你觉得目前为止 哪一场戏是让你印象最深刻 甚至是最难拍的你认为 其实都还挺多的 还挺多的 印象深刻的 其实就好像有一场戏就是要那个赫门 赫门他从医院门口把我背到进去医院里面 戏长很长的一段路 所以我觉得体力上 我们两个都是属于体型比较大的 所以辛苦大家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戏是我跟方展发 还有蔡奇惠 还有视野我爸爸的梁天达 叶士平大哥 对叶士平大哥 他的一些戏 一些感情比较深的一些戏 我觉得 可能在角色上会有点挑战性 小秦那你觉得在演哪一幕戏的时候 都是让你学到最多印象最深刻的 对我来说 我是觉得那些大型的手术系 是让我很震撼 因为我们去的那个手术系 其实是教学用的 所以在里面的仪器跟工具 全部都是真实的手术用具 然后除了出生以外 我自己啦 其实真的没有经过手术系 手术室 所以进去的时候看到这么多 就觉得说 哇哦 好震撼 而且也觉得好真实 然后就觉得 嗯 大家为了这部戏 真的是很用心在做每一个场景 嗯 当然药豆呢 是本身演过了好几部这个长寿剧 小秦则是第一次演这个长寿剧 那对你来说 拍摄长寿剧 你认为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怎么样克服这方面的一些压力呢 对我来说 其实是拍摄时间 因为这年的剧 可能是三个月嘛 然后现在就大概要八个月 九个月的时间 才把一部剧拍好 所以拍摄时间的确挺长 然后有时候因为要赶上 播出的日程 所以我们必须要赶拍 然后工作时间就会有点不稳定 然后其实身体就会怕吃不消 然后我朋友就说 买多一点保健品吃 不过其实拍摄的时间 就像药东哥哥说很欢乐 所以时间都过得很快 然后工作人员也很体谅我们 所以其实 嘻嘻哈哈这样子就好像 比较容易熬的过去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 我们是新演员 加上这一次的戏份又很失重 所以就会有一点点压力 就怕说跟前辈们对戏 比较起来真的是会有一点点 好像很青涩的感觉 然后怕台词讲不好 可是他们都有带我们入戏 好像阿伟大概这样子 也有去跟我们就是说 要怎么去知道 怎么去做好这一场戏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会议两多 其实刚刚药东也有想要发声 我觉得他想要分享一下 在拍长寿剧的时候 怎么样可以就是可以更加的 得心应手更加的轻松呢 刘董 我觉得因为之前已经拍过很多次 长寿剧的 所以以个人的经历来说 个人的经验来说 我觉得最重要是跟 自己的对手演员 还有监制导演 先沟通好 再次先沟通好的话 那对于日后的拍摄 就会非常的顺畅 顺利 当然现在我们拍长寿剧 并不像以往那么的辛苦 以前我们拍的长寿剧 是一集大概是一个小时 现在是半个小时而已 然后因为这一次 这一次他们的制作 制作主也非常的贴心 他们真的是搭了一个 非常好的预警 让我们大家都可以 全神贯注的去 把这部剧给拍好 而且在故事上 目前我们看到的剧本 都没有很大的问题了 所以这让你也非常的 比较轻松一点 我相信通过这个医疗长寿剧 应该让演员 就是会议良多 也更加了解 就是医护人员背后的 这些工作的场景 那么小青 你觉得哪一部分 是让你最深刻的 特别触动你的地方 是什么 对于医护人员这一行 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厉害 而且他们的确是 有接近神的一样的角色 因为我觉得我们 只是背台词而已 可是他们真的要在日常 就是在他的工作中 把所有的医疗知识 记在脑里面 而且要快很准 去做出正确的判断 真的不容易 而且因为经过这几年的关系 就觉得对医护人员的需求 的确很大 然后他们工作时数也很长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辛苦了 最后的一分钟 要请问药东 希望通过这部剧 怎么样带领观众 从哪一个视角 去看医疗行业的 这些不同的方面呢 因为这一两年 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对健康 还有医疗这方面 会稍微比较了解 也比较注重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 也应该趁此机会 要感谢这些前线的医疗人员 为我们这几年 所付出的这个努力的精神 还有他们的时间 我们也看得到 因为我自己身边 也有一些医生 还有护士的朋友 从这几年的经验 我都看得到 他们其实都是被 非常的 非常的疲惫 非常的累 尽心尽力的 在这个疫情里面 使我们可以 这个抗疫活动 能做得更好 那拍这部剧 我觉得我们新加坡 拍这类型的电视剧 都会尽量以一个 比较散发一个正能量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讯息给大家 给大众知道 其实所有的医疗人员 都不是神 但他们也是人 也是秉持着 他们只是秉持着一个 一个精神来保护我们 所以我也请大家 在此也多多关注一下 相信这部剧不仅 可以让我们更深一层的 了解医生的 这个职场生活 也可以让我们更加感恩 医疗人员的付出 先谢谢两位 艺人朋友的分享 谢谢两位 好 谢谢 谢谢 医生不是神 将在明天 国庆庆典后首播 并从后天起 每逢星期一到五 晚上七点半 在八频道播出 记得锁定了 好 先进入广告 稍后要带你一起去看 趁着休息日 到蓄水池捡垃圾 虽然辛苦 但却让她感到非常温暖 稍后的新系列 一举多的 一起去听一听她的故事